孙艺珍和玄冰的感情人人羡慕,但也人人都琢磨不清 我们知道孙艺珍的预产期将定在今年的12月份 但具体的时间,玄冰与其亲友团并没有透露 另外,韩梅还通过孙艺珍的好闺蜜得知她怀的是一个男孩 现阶段,玄冰与其家人在一起照顾她 而孙艺珍也已经搬进了月子护理中心,正等待着小宝贝的到来 细心的孙艺珍已经开始喂宝宝做胎教 而即将成为人妇的玄冰,也开始为儿子的出生做准备 其中包括满满一柜子的可爱小鞋子 在听闻两人即将迎来男宝宝的消息后 周边亲友也为二人送来晨智的祝福 大家都热切期盼小王子能胜利降生 从爆料的时间算,当下孙艺珍已经怀孕八个多月 也到了体重增长最快的阶段 不过她本人很注意饮食 而孙艺珍还晒出自己和玄冰的精致午餐 照片中两人的餐品可谓枪当考究 摆盘也是相当用心 两份餐品份量也差距颇大 份量小的那一份无疑是准妈妈孙艺珍的 可以看出目前孙艺珍相当注重自己的饮食搭配 遵循少油少盐的用餐原则 特意选择使用没有添加剂的全麦吐司 还予以搭配的黄油与鱼子酱 相比之下,玄冰的餐品也丰富很多 在家人的心心照料下,孙艺珍的状态一直相当不错 从其日常动态也可以看出来 目前的她生活的很是滋润 平日有大把空闲时间的她 也开始钻研各种美食 时不时也会分享自己亲手下厨的杰作 想来孙艺珍现在苦心锻炼厨艺 也是为日后照顾宝宝打基础 将来可爱的小王子也可以吃到妈妈亲手为其烹饪的饮药餐 不过11月10日,外媒放出确定的消息 孙艺珍在12月产后将独自带娃一段时间 将独自与家人一起分担育儿的工作 而玄冰将忙于接下来拍摄的新电影《哈尔滨》 按照暂时定下来的时间 估计孙艺珍生产后正好距离一个月左右 也就意味着玄冰在儿子出生差不多一个月左右 他将与电影拍摄团队一起出发 离开孙艺珍到国外进行拍摄工作 按照导演与剧组所定的时间线来看 他们应该是为了适应玄冰的时间才做出来的决定 不然可能真的要提前出发 目前该片的团队成员暂时透露时间是在1月20日 但具体的出发时间需要等到那时候再说 孙艺珍12月产后将独自带娃 玄冰将与儿子将分开一个月的时间 其实等待到一个月之后 孙艺珍的宝贝落地 玄冰也一定会放下手里的所有工作 将在月子中心好好地陪伴爱妻与小宝贝 算算时间的话 如果到了明年的1月20号 玄冰一家三口过完了新年 然后他也该进入到新片的拍摄工作之中了 自打二人结婚以来 除去最开始的蜜月时间 玄冰一直在不停地工作 网友调侃的赚奶粉钱显然是不现实的 毕竟二人的身价都摆在哪 不过虽然我们看不懂夫妻二人的规划 但可以肯定的是玄冰真的取对人 这些不单单是体现在夫妻生活中 对朋友二人也是志同道合 低调情绪一直刻在二人的骨子里 自己的婚礼减半 朋友的婚礼即便不方便 也不尽量避免一起出席 要知道玄冰孙玉珍一起的场合 不管台上的是谁 都又要被抢去风头 10月17日挺着运渡的孙玉珍 还受邀参加朋友的婚礼 这也是她还孕之后难得公开露面 当天孙玉珍衣着宽松 看上去依旧是温婉可人 隆起的腹部的确已经相当明显 不得不感叹 孕育着新生命的孙玉珍 浑身上下散发着母爱的光辉 而此时的玄冰缺席也赶着下一场朋友婚礼 回顾玄冰与孙玉珍的浪漫 爱情经历完全是浪漫偶像剧的真实写照 两人因为合作电影协商有了更深度的接触 此后便一步一步顺利发展成为恋人关系 前几日恰逢协商电影的导演大婚 为此玄冰还特意现身出席了婚礼 在外界看来 李导演无疑是玄冰与孙玉珍这对神仙眷侣的媚人 最初孙玉珍因为党期问题 一度推了这部电影的邀约 最后还是李导演再三盛情邀请 玄冰才得意与孙玉珍亲密合作 为此呢也成就了一段美好姻缘 当然对丈夫玄冰孙玉珍更是没话说 除了默默的支持和鼓励 孙玉珍即便在专心养胎 鲜少出现活动时 也不学习老公在新作《机密同盟2》上映之后 他晒出自己到电影院买票力挺的认证照 孙玉珍晒出自己在前一晚前往电影院 看《机密同盟2》的照片 可见他的票根显示 他订的是两柜子 让网民猜测 他是请着运动和玄冰一起去看电影约会 并留言直呼 用实际行动议员老公 这波狗粮太甜了 一家三口的完场电影 我科的CP世界第一天 其实孙玉珍为玄冰的付出 除了理解支持 还有一部分的牺牲 我们都知道与玄冰一样 孙玉珍也是演技和好感度超高的演员 1982年出生的他 今年刚好40岁 40岁 中国女演员到了这个年纪 大部分已经开始演母亲了 孙玉珍虽然一剧能拿到各种优质的剧本 去演绎复杂立体的淑女角色 但是这次错过了树立而死和影后PK的机会 应该也会感到遗憾 孙玉珍虽然是韩国人 但在各国的人气都不低 在2020年全球最美面孔榜单上 他直接击败了刘亦菲和笛笛热巴位居第一位 除此之外 孙玉珍还是名副其实的男神收割机 他的影视作品众多 合作过的韩国男神更是数不胜数 假如《爱有天意》里 他跟长途友爸赵颖诚谈恋爱 《夏日香气》里 他跟不老男神宋承县亲密贴贴 我脑海中的橡皮擦里 他又跟大叔男神郑宇盛上演 月恋情深 除此之外 孙玉珍还跟李敏浩 陪永俊等知名韩国演员都搭档过 神奇的是 孙玉珍不论跟哪个男神合作都配一脸 CP粉简直是在N队组合里面反复横跳 直到他遇到了玄冰 可真是万花从中过 然后踩到了自己最喜欢的那一朵 年轻时的他长了一张清纯甜美的初恋脸 孙玉珍的脸部线条柔和 一双大眼睛十分灵动 眼尾油微微下垂 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柔和温顺 不会让人觉得过于强势 不笑的时候还好 一笑直接添化你 这谁能顶得住 这种典型的小白花长相 真的很容易激起男性的保护欲 轴到容貌精致 孙玉珍的身材也很好 腰细腿长 皮肤白皙 全身上下都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短板 而且姐姐还非常会保养 孙玉珍今年已经40岁了 但她一点也不显年纪 日常照片看着少女感满满 说是20多岁 还是会有人性的 她的皮肤状态也很好 近距离怼脸照 看着依旧光滑细腻 仿佛吃了仿佛剂 这样一位天生励志 又得到岁月幽黛的美女姐姐 谁不喜欢 许多男性都有白月光情怀 简而言之就是 女明星在成名作里扮演的角色很重要 比如泰国女明星平采纳 因为在青春校园剧 初恋这件小事里面 饰演了异性女孩小水 成为了无数人的初恋男女神 又比如 内娱女明星陈延西 饰演了沈嘉宜这个角色 之后就成为了大众的校园女神 即便她已经和陈晓结婚了 连孩子都生了 也丝毫不妨碍 她在观众心中的白月光的地位 孙云珍也有这样的角色 她的成名作 假如爱情自有天意 讲的就是关于初恋的故事 大学生尹子希 无意间发现一个箱子 里面装载着她母亲一段 爱而不得的爱情故事 戏内懵懵懂懂的 少男少女恋爱分离 戏外观众的心里五味杂陈 为这段没有结果的虐恋 哭肿了双眼 孙云珍本来就长着一张 人畜无害的初恋脸 再配上一个经典的初恋角色 她在观众心中的白月光杆 直接拉满了 单凭这样一个角色 都够孙云珍吃好几年的了 更何况她还有夏日香气 等经典作品 真是想不记住她都难 虽然可能大多数人都喜欢的 都是孙云珍清纯甜美的脸 但姐姐有魅力的地方 绝不止那一张脸 她的自律 睿智 清醒 比外貌要吸引人的多 孙云珍长得漂亮 年纪轻轻就已经走红 但她从来没有想过当一个花瓶 反而认真磨练自己的演技 各种类型的剧 她都勇于尝试 从不沉迷于自己的舒适区 演充电时甜美动人 演技反派来 也能让人毛骨悚然 也有不少人被孙云珍的演技折服 败倒在姐姐的十六群下 如今影响来这对夫妻之后的规划 妈妈孙云珍一定会更加倾向于家庭 但还是希望偶尔回归荧幕 这样的绝世美人 可不能只让选B一个人站了去